科技可以改變很多事情 一部大休旅也可以開得像一部小跑車 是的,我講的就是這一部B&W的X4 M Competition 510匹的馬力 配上3.0升的直六渦輪增壓引擎 0-100加速是4.1秒 最特別的是在於它的操控表現 你看,這樣的一個車身 非常的緊湊 結實之外,而且還很靈活 那這樣的特性呢 我覺得在山路跑起來的話 那種感覺我相信會跟你印象中的休旅車完全不一樣 熟悉這個M-Power的朋友 大家都清楚 引擎的馬力數字 其實不是M-Power它強調的強項 重點還是在於它整體的均衡性 就是動力跟懸吊還有駕馭起來的順暢度 這個是B&WXM的部門一直所強調的 因為開起來容易去發揮它的整體性能 可以讓你隨心所欲的去掌控這部車子 但是相對的呢 跟其他的對手比較起來的話 總是吃了一點虧喔 再加上畢竟現在的人 對於玩車 在這種山路裡面 去享受整個過彎操控極限的那種 熱衷的程度 比較像以前那麼高了 大家比較喜歡在高速公路上面決勝負喔 這時候B&WXM就吃了一點虧了 那我們現在試駕的這部X4M Competition呢 在這方面就扳回一層囉 你要知道它的最大馬力輸出來到了510匹喔 那排氣量依然是3.0升 3.0升的雙渦輪增壓引擎 能夠達到510匹馬力啊 這一次最重要的觀點就是 它推出了一個S58 代號S58的全新渦輪增壓引擎喔 那這一具引擎的特色就在於 它的整個重量非常的輕 然後呢 它的裡面用的基建的那種強度呢 比以前還要來的更高 那你要知道 就是你引擎要在高轉速的時候 能夠炸出更強的馬力相對的 你的活塞連桿這些重量要輕之外 你還要承受非常強大的爆發力 那時候力量才會大嘛 那這一具S58呢 就是在這裡面用了許多高端的技術 材料的技術 像尤其在氣缸壁的部分啊 它還鍍上了一層比較耐磨 而且減低摩擦力的材質 所以它轉速的反應非常快 渦輪接壓器本身呢 也都是特殊規格的產品 像這樣子在隨著它的整個增壓值在擴大的情況下 還有引擎的氣缸上座 它是用3D裂印技術所製造的 那可能大家會覺得說3D裂印有什麼厲害的呢 其實3D裂印它的特色就在於說 它可以運用這個很多 因為這道氣缸頭裡面有很多這個 彎彎角角的進氣道排氣道 然後還有整個要放置這個凸輪軸嘛 所以呢 它整個形狀非常特別要經過比較多的加工 那你如果用3D裂印的話 那也就是特殊的一些加工的情況呢 就可以省略掉了 之外它整個整體的結構跟強度 還有重量呢 都可以兼顧 相對的當然成本會比較高一點 那M部門這一次當然就是不惜種之 只是用這樣的技術來製造這具引擎 所以相對的3.0升雙溫軸這樣 可以炸出那麼大的動力 那剛剛一直在講 當然要試一下它的這個M1 就直接按下去了 比較快了 那種跑車化的設定 而且你要知道它的整個車身尺寸 就跟3系列是差不多的嘛 雖然說它的重心會比較高一點 不過我覺得我現在開起來啊 其實我也不會覺得它重心很高 而且它的懸吊呢 比預期還要舒服很多 現在是用M1的模式 那整個的變速箱還有懸吊呢 都是在最Sport Plus的設定 有聽到那個聲音 果然是BMW M6缸引擎的這個專家所打造的最新科技的動力系統喔 不要嚇到我的路人喔 不過它的整個速度啊 真的是非常的快 而且引擎的聲音啊非常的 怎麼講 或許啦 可能之前我開過的這個M5啊 比較起來 M5是比較暴力的 那這個X4M的Competition呢 比較內列一點喔 或許聽起來好像沒有那麼High 可是其實 畢竟你要知道它是一部休旅車嘛 一部操控起來非常靈活靈巧的休旅車 然後呢跑的速度又可以很快 那這樣還有什麼可以不滿足的呢 你真的要再更快 不需要選休旅車啦 你真的去選一部純跑車或超跑來講的話 你可以享受更極致的操控下去 那休旅車要快 當然是滿足你 在心裡面那種想要駕馭的靈魂的同時 然後還有兼顧到日常生活啊 使用性的便利性嘛 那X4M的Competition 真的做得很好 雖然它的Competition指的 致意上是比賽啦 但是實際上不是 而是我覺得 比較像是你要跟你的 人生的目標 去做Competition嗎 我不知道 這我亂講了 不過也許吧 就我來說的話 或許有這樣的意義存在 但是 說實在 這具S58引擎啊 我覺得它的整個順暢度啊 滑順的程度啊 真的太棒了 每個人心裡面有很多夢想清單喔 那X4MCompetition呢 我相信是 對於喜歡速度又要兼顧到 一堆願望的人來講的話 是理想的夢想清單 只是說 代價稍微高了一點 540萬元 但是相對的 你可以獲得的東西是更多的 B&W 有史以來最棒的直六 渦輪在那裡 510匹的馬力 然後你看它的整個功能性 還有駕駛樂趣啊 我覺得說 是的 這個數字 540算是高了一點 不過 值得你努力去追求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關於新車的訊息的話 請密切關注我們 Top Gear喔